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散文 这个文体是包罗万象 小说 诗歌 续迹之外 这个四大文类就是散文 所以散文是很难给下一个定义 什么是散文 而且散文的研究评论 也是比较难找到通用的方法 但散文又是一个最实用 最普通 最大众化的一个问题 在古代像戏拔 论说 咒书 招令 史记 游记 传记 甚至木志明等等 都是散文 那么现代散文的范围更大了 像报纸上看到的通信 报告 还有水笔 短评 杂杆 回忆录 都是散文 甚至我们每天写的日记 书信 还有现在很多年轻朋友写的博客 广义上都是散文 所以文学史一般讲艺术性的散文 给它一个概念叫小品散文 所谓小品就是短的意思 篇幅短小的作品 所以我们现在来讲这个散文不是广义的 而是有文学意味的作品 这样我们讨论就集中一些了 下面我来讲 先讲第一个问题 五四散文创作的一些概况 五四时期散文创作的输货是很大的 胡适曾经这样说过 五四除了长篇议论文之外 输货最大的是小品文 对胡适的一个评论 鲁信也曾经这样回顾 他说到了五四运动的时候 才有来了一个展开散文小品的成功 几乎在小说细迹诗歌之上 就是说散文这个问题比其他几种文体 输货的更大 为了大家对五四散文当时一个盛况 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我这里读一段朱志钦的描述 朱志钦先生指出 五四阶段散文的创作派别林立 有很多派别 有种种样式 种种的流派 表现着 批评着 解释着 人生的国面 千流蔓延 日新月异 有中国的民事风 有外国的绅士风 有勇士 叛徒 在思想上是如此 这个叛徒是讲 不是政治上的叛徒 是一种叛逆 批判的意思 或描写 或讽刺 或委屈 或缜密 或禁见 或齐力 或洗练 或流动 或含蓄 在表现上是如此 所以这个五四时期 最下功夫的是诗 其次是小说 再其次是戏剧 散文好像大家不怎么关心 但是散文的成绩 要比小说 戏剧 诗歌都要好 最终能够留下来 可读性的作品 有很多都是散文 下面我讲一下 为什么五四时期 小品散文 它能够格外的发达 可能有多种原因 其中第一个原因 是散文的文体没有一定之规 它比较自由 好掌握 有感而发 所以写的人是比较多的 它不像诗歌 小说 其他文体 有一个技巧的要求比较高 甚至要求有一些特殊的才华 五四时期提倡白话文 很多人都写过散文 所以它的群众基础是比较宽难 第二个跟传统比较贴近 没有一刀切的割断传统 或者说它画传统画得比较自然 新闻学的小说 诗歌 戏剧 形式上很多都是伯来品 从外国过来的 借鉴外国 从头做起就难一些了 而散文小品就保留着跟传统更多的联系 虽然它也启发外国 包括英国的水币等等 它的一些提示 但比起来散文作家在创作的时候 是更便宜 也更自觉地从传统的散文中 寻找它的根基 就是说它跟传统联系是比较密切的 所以无论情字 装法 审美的意气 跟古代的散文都是比较接续 这四个文体里面散文 是传统画得比较好 像朱泽仁 仪平博 朱志钦等等 等一下要讲到他们的散文 都有很强烈的东方味 比较符合国人的见赏的习惯 这是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 小品散文它的文体短小灵活 适合现代传媒 特别是报纸上发表 所以影响普及面也比较大 第四个原因 就是说新闻学像传统四维文 它是散文是其中的一个结果 因为古代散文它的传统是非常不大 深厚的 所以属旧的文人看不起新闻学 它其中一个他们的理由 就认为白发文不适合做美文 那么新闻学偏偏要在这方面的尝试 这就是个挑战了 所以主作人曾经指出 五四提倡小品散文 目的是什么 就要打破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 是吧 是一种挑战 以上我们讲了多方面的原因 它促使了五四时期 这个小品散文 艺术性的散文 获得了意外的一种成功 关于五四时期散文的这个诞生发展呢 大家可以有一个很粗略的了解 我这里稍微说一下 首先应该提到的 是新青年水港路做家庭 水港路做家庭 这不是一个流派 但是是一个非常有影响的 一个作家的群体 那么水港路啊 它是新青年的一个栏目 比较多的发表 那种短小的 杂文式的那种评论 主要是针对当时传统道德 是吧 社会的弊病来发言 补吹新文化运动 推行思想启蒙 后来很多报纸啊 派入了仿效 也有类似的专栏 新文学第一代的作家呢 几乎都写过水港路 这样的文字 所以对后来的散文 是创造是影响是很大的 我们说到水港路啊 不能不 首先想到陈独秀 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难者 是吧 他主持新青年呢 就经常写水港路 他的文章呢 几乎每一篇都是有影响的 有一种战斗的义气啊 能够散起一代青年的热情 这个鲁信曾经给他一个评译 陈独秀的这个水港路啊 说独秀水港 究竟少快 写得非常痛快 再说说前前同 也是水港路的一个作者 他是批判旧思想的一言 猛将了 他的文章呢 非常痛快 淋漓 非常符合当时那种激进的 那种这个 夜度的心态 鲁信也有评译 鲁信说前前通啊 颇旺扬少含蓄 他的文章呢 写得很有气势啊 第三个呢 叫刘半龙 他的文章写得很坦诚 爽快 是吧 以章一线 当然更重要的 我们呢 还有个鲁信 等一下要专门讲到啊 他的扎文写作呢 那个主要就是 从水港路开始的 所以水港路 大家有个基本的印象 就是绝大部分都是 因实的极旧章 论战的色彩 非常浓厚 我们只有联系 当时特定的时代 氛围来阅读 才能更好地理解 它的价值 除了新青年呢 还有一个杂志 叫以诗 也是对现代散文 贡献很大的 这个杂志和新青年 有点不同 新青年是综合性的宽物 那么这个呢 是专门发表散文 创作的一个文学的宽物 这个以诗啊 它甚至还产生过一个流派 叫以诗派 这个以诗呢 它的宗旨是提倡思想自由 很有使命感 是吧 它有一句话叫 任意而谈 无所顾忌 要催促新的产生 对于有害的旧物 决力加以排挤 这是鲁信的一段话 也是表明了以诗的一个特点 当时鲁信和他的弟弟诸作人呢 最初都是以诗的一个核心作者 他们写的那种文明批评 文化批评 这些短小的 但是又带有文学意味的杂文 通常就被称之为以诗体 后来呢 以诗的作者分化了 一方面呢 是一派呢 是以鲁信为主的 是写那个现实性批判性的那种杂文 到三十年代四十年代 都有传人啊 另外一派呢 是以诸作人为首的 比较倾向于过人法 内容冲淡 抒发信林 写这些小品文 这一派的作家也不少 包括像一平伯 费民 还有三十年代的林义堂 四十年代的梁氏秋等等 这两派啊 诸是兄弟为首啊 过有千秋 我们谈论的是现代扎文呢 现在讲到扎文的时候 一定要考察这个以诗啊 它是个源头 这个五四出现了很多大的散文家 我们的教科书上提到的就有十几家 我这里呢 挑几家来讲一讲好吧 首先呢 我们讲鲁杏 重点讲它的招法西史 以野草 那么在中学语文上 扣上呢 我们已经学过招法西史的一些篇章啊 像这个从百草原 到三位书父啊 这个阿长 以三海经 藤野先生等等 由于中学的语文教学 他要诉这个考试的要求 要满足那个乙文训练啊 所以对这些课文的解释呢 一般都是比较细的 很琐碎的 对于所谓的思想意义啊 依法修持 也抠得比较死 不太利益 大家对鲁杏作品的学习和理解 这可能是造成有些同学 对鲁杏比较隔磨 不太喜欢的一个原因啊 现在我们重新来学鲁杏的一个作品 应该超越中学那种 以文学习的模式 就摆脱那个音试教育的那种束缚 其实啊 招法西史里边 让我们看到的 是鲁杏作为战士的另外一面啊 我们看到除了鲁杏的批判性 叛逆性以外呢 其实他很有那种支朴的 真诚的 自爱之心 甚至很保留有童心 特别需要提醒的时候 我们越读招法西史啊 最好先放弃所谓意义 有什么意义 它这个追溯 要更多的有兴趣和感情的投入 就当作是和人间的鲁杏 来闲谈对话聊天好了 这样我们就能够读出 它的颜知颜味 体会那种人间味 那种散文的艺术之美 招法西史啊 它是一种闲话题散文 最初是在猛言杂志上发表 叫做旧式重题 现在这标题啊 意思呢 就是对童年旧式的一种追忆 那么这种写作姿态呢 和那种写批判性的杂文呢 选严是不同的 它主要就是闲话 回忆 让人感到很亲切 自然 荣容 很宽松 是吧 那么读记者散文呢 应该格外的注意 里边的勤气 还有呢 它的同性 人们常常会回忆自己的童年 即使人生有过很多艰辛 童年 还是值得回顾的 是欢乐的 是有情气的 那当然对童年的回忆呢 往往有一种过励啊 是有对那种天真的 可笑的 又有气的事情 我们才会出现在我们记忆之中 让大家呢 反复去阻绝啊 所以我们读招法西史啊 也应该注意他回忆中的那种情气 不要急于去分析那种意义 就是说要放松 去体验 去整体把握 整体把握 去品味 虽然那是鲁信的过人的经历 是一个多世纪以前的那种青少年的生活 但今天我们读起来 仍然会觉得很有这个气味 其中呢 就是有代代相通的那种同心和生活的那种情味啊 所以招法西史的风格是非常独特的 在大家夜读的时候啊 我提醒三点 供大家参考 你们在欣赏的时候呢 可以去体会 第一 是荣庸 荣庸华贵的荣庸 是吧 就是很放大 荣庸 我们读招法西史的时候啊 首先一个感觉 就是作者非常放得开 又书得拢 是吧 他本来是写过往的那种生活经历 但那个思路啊 可以欺使他的一支笔 纵横吃尘 天马行空 就有时候回忆 有时候感慨 有时候写紧 有时候写心理 是吧 有时候呢 他考核死实 但有时候有旁敲侧击 真正做到那个前面所说的 任意而谈 无所顾忌 是吧 但是人而 然而我们细细琢磨 一篇还是有一篇的中心 每一篇呢 都不会脱离前书的基本线索 所以我们这个下面呢 我举出一篇 大家可能没有接触到的 叫无常 来看一看啊 无常啊 它是民间生活里面 民间传说里面 替年龙方勾命的一个小鬼 这个作品呢 这个作品呢 在回忆小时候 在乡下戏剧舞台上 看到过各种 关于无常的形象 包括鬼的形象吧 给人家印象非常深 所以这个我们看看啊 下面就是 鲁信在无常里面写 迎神 岁费上 出群的那些神 这些鬼物们 大概都是有粗人 或乡下人扮演的 鬼卓和鬼王 是红红绿绿的衣裳 试着脚 蓝脸 上面又画下仪灵 也许是龙灵 或者别的什么灵嘛 说话的 罗兄在注意它的仪器 我不太清楚 鬼卓拉着钢叉 插帆震得朗朗地响 鬼王拿的是 一个小小的虎头牌 据说 鬼王是用一只脚走路的 但他们究竟是乡下人 你看这幽默啊 虽然脸上已经画了 仪灵或者别的什么灵 却仍然是得用两只脚走路 所以啊 宽客对他们 不很敬畏也不太留心 除了念佛的老欧 和他的孙子们 为面面言道起见 也照例给他们一个 不胜 兵营待命之志的 遗节 这种描写 是非常生动有气 把观众的心理 也带进去了 这种系数语言 是非常放松的 而且你们注意 幽默 是吧 你看最后一句啊 照例给他们一个不胜 兵营待命之志的遗节 这个所谓兵营待命之志 这个遗节 这礼仪啊 是官场的文书 以前的古时候 官场文书 写到最后 对上面表示一种 尊敬的一个套语 这里用来比喻 看客的一种 敷衍的态度 所以乡下人的态度 我旧时的那种官僚的礼仪呢 这个本来是不相干的 它放到一块 就显得非常的突出 而且滑稽啊 这就叫以言的张力 有种特殊的审美效果 就出来了 所以我们阅读的时候呢 要注意鲁信 以言总是有这种张力 当我们正沉浸在这种 回忆中的时候呢 鲁信的避风一转 就议论现实了 谈到现实中也有一种神 随意杀人的把柄抓着 是吧 这个让人联想到现实中的 那种有前世的人 接着呢 他又写迎神会上 人们对一般鬼神 那种敬而言之 唯独见到那种勾奋的使者 这个佛无常 那态度就不一样了 是吧 你看鲁信就这样议论 我相信 我和许多人 说最愿意看的 却是活无常 他并不是鬼 是人般的无常 不但活活而活血 但是呢 浑身歇白的一点 在红红利率中就有 克力激情之概 只要望见一顶 白纸的高帽子 和他手里的破芭蕉扇的影子 大家都有些紧张 而且高兴起来 这还是在描写 是吧 那么为什么 这个高兴而紧张呢 作者不急以去说明 然后呢 又回忆到庙中 庙里边的无常 看到那种无常的紧张心里 然后呢 又引经几电 是吧 引经据典 引经据典呢 谈到了玉立 超传宗的那种无常 也怎么让人不爱看 读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很想知道 为何无常有那么 许多种 这时候呢 鲁信又起风 他的议论呢 又起风突起 来了三大段 这个从佛金中 有没有无常 是吧 谈到世间 有没有这个正人君子 所漂泊的公里 已经老百姓 移民 这个想象中 在这种阴间 来批判 来否定阳间 是吧 这个当读者 正在为这些 精妙的议论 所吸引的时候 是吧 突然后面呢 又出现 作者回忆中的 一个美丽的境界 就是好像 大家和鲁信一块 站在乡下人当中 来看那个牧连戏 对浙江的一种地方戏 这个刚写到这里呢 退案作者呢 又回到了写那个 迎神会 不过这时候呢 他这个除了描述这种 圣无常的 种种风俗 仪式 之外呢 更多的是 对正人君子的一个 旁敲 撤击 所以最后文章呢 有一段啊 感慨的议论 给人留下了一个思索 这个感慨的议论呢 就讲 下等人 就普通的人呢 许多活着 苦着 被流言 被反思 一呢 积久了的经验 知道 阳间维持功力的 只有一个会 而且这个会 本身就是 遥遥 往往 以示夫 事不得不 事不得不发生 对阴间的向往 神往 就讲到 事实上 联系现实 表现了一种 这个 对 下等人 普通人的 一种 同情 以及对这种 当时那个社会的 一种批判 所以文章的 把回忆中的 很多关于无常 那种散漫的 那种印象 和感慨 是巧妙巧妙的 组织在一块 是吧 中间夹进了 很多抒情 议论 但是你们看 婚言无见 有条不文 完全没有 做文章的 那种痕迹 就写得是 很从容 是吧 好像呢 讲到什么 中间的 是不断 但是它是 中心 没有 对 请不吝点赞 订阅一下